我们来到了庄中的就是独库公路纪念碑 后面就是128位为独库修建独库公路 而现身的所有官兵 我今天也是买了几盒盐 但是上面是咱们的原始森林 始终在播送着防火 我就不点燃了 我就把这个放到他们这里 以表敬意 向所有的前辈 向所有的烈士致敬 我们要给它摆整整齐齐的 也算是一种尊敬 这里因为是森林防火区 我们就不要点燃了 张玉波 1940年4月出生 南汉族河北安平县人 1960年8月 入1961年8月加入中国人民共产党 曾任武警交通第二总队副政委 武警交通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副军职 1986年10月病逼 享年46岁 郑林书 十二支队伍 一一三团三营五联班长 湖北 罗天县人 1980年4月9日 奉命率领五名战士 自独库公路 拱玉段 零公里至42公里执行任务 途中遭遇暴风雪 十一日在36公里处牺牲 十年24岁 1980年7月 十二支队给郑林书追击二等公 太让人感动 罗强 十二支队伍一一三团 二营五联战士 广东连线人 1980年4月9日 奉命同其他五名同志 一起自公路 共遇段零公里 至42公里执行任务 途中遭遇暴风雨 十一日在38公里处牺牲 十年22岁 1980年7月 十二支队给罗强追击二等公 哇 让人酸然起床 张明山 十二支队一一一团三营七连 排长 山西 营县人 1976年6月24日 在施工专场途中 汽车 压断便桥 掉入何种 牺牺牲 向年28岁 我的心 无比的敬佩 致敬所有 林朝复 六支队 一连副班长 四川 一龙县人 1986年4月牺牲 向年26岁 我刚才看了一下 基本都是20多岁 但是 这有一个 习近学 他十年 19岁 哇 都得好年轻啊 28岁 26岁 20岁 向他们致敬 19岁 在新原县 那拉提 迎建 拉土中牺牲 十年 19岁 去独库公路 二号隧道 南口 施工 行至 43公里处 因雪崩 牺牲 十年 23岁 直到现在 为什么 独库公路 这么险峻了 雪崩 塌房 莉莉三木 这还有一个 在新原县 施工中 处高压店 牺牲 十年 22岁 其实这块 在新原县 牺牲的 好多烈士 新原县 那拉提 拉土中牺牲 我们走一次 独库 很多人都是为了他的美景和他的壮观而走的这次独库 我希望所有走独库的人都能到这个烈士陵园来看一下这些烈士 是吧 咱们列士前辈 这个地址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址就是在乔尔玛 往 那拉提去的方向 往库车去的方向 移转完处 底下有个停车场 咱们可以把车停到地下 上来可以 沾阳 然后 咱们右手边 是直接奔 独山子去的 我希望 这是 它是正好是在当中这块 所以从北段过来 或者从南段过来 都可以 就是到这块 沾阳 这个位置 走独库的所有家人们 应该都到这 来看一下 沾阳